北韓前驻古巴外交官李日葵轻松谈及自己立场 去年11月他成功出逃 是2016年以来北韩叛逃到南韩的最高级别外交官 周三首次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他透露若川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北韩希望重启核子谈判 不过近来北韩与俄罗斯建立紧密关系 可能降低制裁造成的影响 并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不过李日葵表示北韩自今年起将俄罗斯美国日本列为外交政策的主州 而金正恩可能寻求与日本举行峰会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让步 以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 北韩期盼寻成外援目标解除对其武器计划的制裁 并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称号 先前北韩才声明放弃与美国对话的可能性 并警告可能进行军事对抗 李日葵的言论标志着北韩当前的立场可能会彻底改变 新唐人也在电视胡宗翰 唐吉安 整理报导 李日葵